其实减速刹车停等红灯 右前方一名穿着浅色上衣的小孩 突然开始了他的表演 先是一脚跨过摩托车 变成跟家长背对背坐着 完全没有任何的支撑点 车子往前骑的时候 他甚至是把双手往上举 没有扶着在前座起车的家长 往前骑了一小段 他都保持同样的姿势 家长看似也完全没有出声制止 这行为让人看了觉得是捏把冷汗 这个危险举动就发生 在台南市区的临安路二段 小男孩又栽得坐在后座 不停的变换姿势非常的危险 还有眼见的网友发现 其实妈妈的安全帽也没有扣 知一是家长没有做好身教 也没有和好的教育孩子 要是突然催油门或是击杀 小孩肯定就会从摩托车上掉下去 而影片播上网之后 警方也依车牌试图要联系家长 来了解当时的状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